首先我们开一个PowerPoint,接下来回入刚才那些文字 开启旧档,找回这个档案的位置 开到那里看不到的时候,因为所有PowerPoint 如果不是PowerPoint就看不到,我们按所有档案就显示出来 我们开启旧档,汇入到这四页纸 接着就在母片那里设定,先检视 投影片母片,首先在标题母片那里 给一个背景格式 图片素材填满的档案找回一个图片 这张是透明度64 第二页就是标题及物件那张母片 我们设定首先就是拿一张图片,这张就是插入图片 这张图片插入了之后,接着我们就要 放大一张图片 然后给一个色彩,美术效果 美术效果就是 这个,线条配图 然后把图片就顺序 移到最下层 先把图片移到最下层 我们要真的选取了标题,按久一点 按下去,有技巧地按选取标题 然后就设定标题 在上用那里 这个标题呢 首先是字中先的文字 接着就是白色字的 白色字是粗体 44字 是标题 44字 接着就是设定内文 内文 就是标题看 25字 打下去的 现在就可以退出母片了 退出母片呢 这里看不到的 我们首先先去投影片母片 接着关闭母片 就退出母片了 其实母片状态呢 就是 母片那里就没有 只是有1的 没有234的 这里 投影片那里就有1234 这些页数的 所以就知道这里是投影片了 为什么这里是白色的? 因为我们没套用版面 我们就是按其中一页 滑鼠右键 版面配置 这第一页就是标题 投影片 然后这里三页就是 版面配置 选取了 标题 按一键 就套用了这几张了 之后就是第一张 我们将风光无限 设定为 文字艺术师 我们首先 Ctrl X 就是剪了这个字 然后就插入 文字艺术师 橙色字 贴回 文字在这个字 把这个字 在文字效果里 转换 接下来 我占换一个不同的款式 然后就是 拉大它 然后第二页 我们是没有项目符号的 所以取消一个项目符号 这里按没有项目符号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 插入 插入图案 是动作按楼的 上一页 确定 然后插入多一个 图案那里 下一页 确定 第三页 然后第三页 第三页 又是 筹入 这个 就给个 给个 项目符号它 在上一页那里 这个 跟着 就是筹入 翻动作按楼 又是筹入 上一页后一页 是筹入 就是筹入 最后一页 就是筹入 这个 下一页 是筹入 是筹入 下一页 即是再插入多一個 紫月即是有家屋子的那個 回到第一頁,確定 還有就是插入線上的影片 插入Youtube影片 Youtube影片,首先我們在一個網站 在一個網站 我先搜查一下 看看一些影片 這部影片 我看了之後 我們去分享 按分享之後 這個是網站的網址 這個就是HTML碼 我們按HTML碼 Ctrl C 然後就是回到剛才的PowerPoint 我們去插入 這樣插入 是視訊 拉下來 線上視訊 從影片內閃碼插入 就在這裡貼上那個影片的HTML碼 然後再去 它就會攪拌了出來 看了這部影片 這部影片我們可以選取了它 然後按播放也按自動 現在黑色看不到 但你播放的時候就看到了 按播放 按播放看看 這樣就看到了 這裡的寫表 想做一個圓形圖表的時候 就在這裡 好